零字夜夜煙火 咸聊天一下 我開始啦 今天我們聊什麼呢? 今天我們就聊這個 周立波的案件 周立波 周立波的案件 他就在6月4日接的案 因为这个程序不正义 他被扯诉 他被扯诉 当他扯罪中他承认了一项 那就是打手机 开车的时候打手机 他这个是案子的 事发的时候是什么本事呢 大约就是这个样子 据说 但是报道说 他因为 他开的车子 蛇行 然后呢 纽约警察叫住 然后查了 他的车子 但是据说是他送了一个弹所 回家 在他的车上 在他的背包里面 发现了枪支和这个肚皮 于是就把他逮捕了 后来好像是那个 他的第一任那个律师叫做莫夫 他给人 用 首先是五千块钱 把他保释出来 然后莫夫又跟他做他的第一任律师 据说 据现在说 他拿了他二十万块钱 二十万块钱 拿了周立波 莫夫 然后呢 中间就是 周一波把那个莫夫给换掉了 换掉其他的例子 周一波回国之后 就是这两天回国嘛 回国之后他就说 他说这个是 完全是这个 是别人陷害他的 他说陷害他的 有豪宅 他在美国认识他几个月吧 一两个月 然后 他们在一起吃过很多 很多吃饭 然后 那个人邀他到他 邀周立波到他家去吃饭 那一天 就说大家一起去打猎 据说那个 那个人呢 有两百 将近两百几枪 让他正是自己 魔法拥有的 就是两把枪 这样的话 就是 本来吃饭之后 那时候去打猎 然后那个人 就这么出发了 然后那个人 把那个枪啊 那个筒 塞进了 周立波的背包 然后把他送到 放进了周立波的车子里 周立波 然后呢 就查出来 周立波说 他回国之处 他说是 是那个 那个 北方蒙神领道的 神领道的 那个 女系 前女系啊 北方蒙神领道的 前女系啊 是陷害者 但究竟什么原因 他也搞不清楚 他说他是 可能是因为他 因为 记者的原因 知道一些秘密 被认为 就是 知道了 不该知道的秘密 所以就把他 咬陷害了 今天 他说 这两天啊 好像 他就 说之后 然后就那个 谭爽也发了一篇文章 骂了周立波 还有 莫甫也说 找到那个 周立波的 实情 也说要揭露 周立波 周立波 然后就进一把 说那个 谭 说那个 莫甫 说莫甫是那个 收他 故意收他很多钱 同时想把他 搞到一个 很简单的案子 搞成一个 复杂的案子 把他搞到那个 培行团 程序 因为培行团 程序 之后呢 他这样他就可以 要追加五十万 五十万块钱的 那个 律师费 就是说 啊 莫甫是一个 歌曲 究竟怎么样呢 真是 啊 旁边的人 对不对 吃瓜群众 也不知道 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是至少 事实就是说 啊 啊 美国啊 法庭 因为这个 啊 周立波 是不懂英语的 是不会说英语的 所以呢 他 嗯 并 没有答应 那个警察 并没有答应 警察 去 啊 收他的车 所以这个 警察私自收车 是 程序 不正义 所收到的那个证据 是不能作为 程序不正义的证据 所以就把它释放了 嗯 关于周立波呢 啊 啊 周立波的那个海派 那个亲口 我是 啊 不感兴趣 就是我 不 对他那个 对他那个特袖 我也不感兴趣 但是 就是 偶尔看过他的那个 那个 那个 做那个 节目的那个 嘉宾啊 啊 有时候 有一点去 啊 尤其是他那个 有一次好像是在这个 那个 嗯 一个就是 啊 就是中国达人秀里面 达人秀里面 达人秀里面 就是 有人 那个 踩玻璃 啊 他要去试那个真假 他真的就脱了 脱了鞋子去那个 那个 脱了鞋子去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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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玻璃 这一点 还是有勇气的 就这一点 哈哈 我觉得还不错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今天就说到这里 下次再见